我是一名摄影师 这是2019年我在古巴的旅行和工作 这是Louis和他的妈妈 他们是我在古巴Trinidad Airbnb的民宿老板 在他们家居住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体验 早餐极度的丰盛 Louis和我的年龄相仿 我们聊的非常投机 他带我去爬山看夕阳 我跟他聊古巴 可能会经历的类似中国的改革开放 建议他准备好可能会到来的机会 他和我聊Airbnb民宿生意和扩张计划 那我也告诉他 其实我心里酝酿了很久的Airbnb的念头 一直在等待机会 谁也没想到一年之后 这个世界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更没让我想到的是 疫情让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想法 在加拿大洛基山脚下的小镇 拥有了自己的Airbnb民宿 到这个视频截止 我的民宿已经上线经营了一个半月了 我的Airbnb的创业之路刚刚开始 远没有达到所谓的成功 需要学习和摸索的东西依然很多 但是我想把我的Airbnb民宿投资创业经历呢 分享给屏幕前和我一样 想要进入到Airbnb领域 但是没有头绪的朋友们 虽然我只是一个新人 虽然我们所在的市场和国情可能不一样 但我相信我的经历依然能够做一个案例分析 告诉你我的调研方法 知识储备准备过程 这些一定都会对你有些启发 欢迎大家来到MoneySYZ 我是Ray 那我的频道呢 会持续为大家分享投资知识和书籍 以及我个人在追求财务自由之路上的经历 那欢迎你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并为视频点赞 那这样呢会激励我为大家分享更多这样的视频 OK 那视频呢总共会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我会提供时间戳 但是我建议您呢能够全部看完 因为魔鬼往往存在于细节 任何投资都来源于一个想法 想法的获取呢取决于我们的主动探索 2016年呢我离开了居住了5年的多伦多 搬家到Calgary 购买了人生的第一套房子 算是完成了一件大事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决定沉下心来研究如何投资 如何实现财富自由 那我研究的方向呢有两个 股票和房地产 那我的研究方法就是读书 读大量的书 因为我之前的职业师老师 我坚信做任何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牢固的基础知识和知识框架 而读书是最佳的方法 那通过读书呢我了解到了 发尔运动和指数基金 然后我的价值观和消费观 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那从16年的下半年我就开始定投指数基金和苹果的股票 后来投资了特斯拉的股票 OK你可能会问 这和Airbnb有啥关系 别着急我保证一切到后面都会make sense 而关于房地产投资呢 以前我错误的以为 房地产投资就是单纯的买房 然后房子涨价之后卖掉获利 就是所谓的炒房 但是读书呢让我眼界大开 我了解到了原来房地产投资本质是一个系统性的生意 那里面有非常多的参与方式 我理解了挣的现金流的重要性 如何判断地点 房地产的周期 以及在不同周期的投资方式 房子的估价方式 以及各种重要的计算 以及相关的会计和财务知识 法律法规等等 那我会在后面的视频当中陆续的分享这些知识 以及推荐我读过的关于房地产的书 那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 那在分析了不同的投资策略之后呢 我就把目标锁定到了两种 我觉得我可以操作的方式 一个是BRRR 什么买租循环带和Airbnb短租 那下一步呢就是要锁定投资的地点了 那这里分享一个很显而易见 却常常被人忽略的一个点 对新人来说 研究房地产投资 一定要从本地市场先开始 不要总觉得别人家的草坪更绿 看到了别人在另外一个市场里赚到钱了 你也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投资 对新人来说 这样的成功的概率是非常的低的 2018年的时候呢 我去纽芬兰旅行 一路都是住着B&B 那当时就发现当地的房子非常的便宜 而且在旅游旺季 入住率非常的高 回报非常好 当时就做了很多的功课 研究在这个地方投资的可能性 甚至我去古巴的时候 也看到了所谓的当地的机会 回来之后就研究如何在古巴买房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 对不同市场存有好奇心是好的 但是一会儿你就会知道 房地产投资需要你对目标市场有深入的了解 而远程投资 对没有经验的新人来说 要踩的坑太多 面对的挑战都是你预想不到的 那自己的居住地呢 是你最容易了解的地方 别人能在这里赚钱 你也一定能够找到机会 那一般来说呢 开车4小时能够到达的这个范围呢 是你应该优先研究的市场 我所居住的城市Calgary 是加拿大著名的石油城市 在2015年的时候呢 石油行业就已经开始低米 房价下跌 人口开始外流 长租房环境不佳 再加上我是自雇 收入很不稳定 那个通过BRRR方法来进行多年反复贷款的方式呢 就被我暂时的搁置了 但是这个城市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天然优势 非常适合Airbnb短租的投资 在我的城市100多公里外呢 就是加拿大世界著名的洛基山的景区 那里面包含了数个国家公园 比如Banf Yuho Jasper Kootenay 我们搬家到这个城市的原因之一呢 就是因为我们2015年来这里旅行过 非常喜欢这里的风光 当然就发现这里的酒店非常贵 非常紧俏 基本需要提前半年才能订到 假如能够在景区里做Airbnb的话 那岂不是很好的生意吗 说干就干 我就立即登陆到Airbnb网站上去查看出租的价格 我发现一个两卧室的房间 竟然可以租到400到500加币一晚 那在这里呢 跟大家介绍四种方法来预估你的目标市场 Airbnb的出租价格 那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使用Airbnb最近刚刚改进的价格测算工具 输入你的地区呢 就能够估算出一个月的平均收入 那大家可以通过我提供在视频描述区的这个链接的来进行测算 那这个数字呢 我认为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首先它出来的数字至少在我们本地市场和真实数字还是比较接近的 毕竟Airbnb完全掌握所有的真实数据 第二呢 即使这个数据不完全准确 你依然能够通过比较知道不同地区的收益对比 有新的人会很容易通过这个工具知道你所在的国家 哪些地区的Airbnb短足收益最高 那第二个分析Airbnb短足收益的工具呢 是通过使用类似于AirDNA这样的付费工具 那这个我没有用过 尤其在疫情期间数字可能有些紊乱 不利于判断 那因为Airbnb呢 已经停止了开放数据给第三方 那这些第三方的数据并不是来源于Airbnb的真实数据 他们是使用自己的网络爬虫工具来进行抓取分析预估出来的 那第三个分析方法呢 就是我当时使用的方法 我去人工采样 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房源 在Airbnb上持续跟踪至少半年 因为很多Airbnb的房源都是开放半年预定的 那你可以大概判断控房率 租金变化等等 只要你用心 你就能够获得有意义的数字 第四个方法 去认识房东获得准确的数字 这个方法也在后来被我使用 我恰好认识了一位在同一个地区做Airbnb的朋友 获得了真实的数字 并验证了我自己统计的数字的准确度 那在这里提醒大家 就是无论你是哪种方法 你获得的这个收益数字 它只是一个参考变量 这不代表别人的这个房子能赚这么多 你就一定可以 OK 那我通过自己的调查呢 最后估计出一个两居室的房源 一年的租金收入可以达到六万到八万加币 利润可以在四万到六万加币之间 这就相当一个全职的工作的收入啊 那和所有发现创业点子的人一样兴奋 我觉得我找到了金矿 然而随着我进一步的研究投资的可能性 我发现事情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深入调查市场验证自己的判断 我需要搞清楚为什么它的租金收益可以那么高 那一个地方的租金收益高一定是供不应求导致的 这里是世界著名的风景区 需求强大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但是为什么会供应不足呢 这是不是就代表着进入的门槛会很高呢 通过查阅大量资料 我了解到了在BANF国家公园 做Airbnb短租的一些独有的特点 它的复杂度来源于国家公园 可以追溯到1885年的历史和法规 光这个我就能讲上一天 那简单的讲 国家公园内是不允许做Airbnb的 如果你不在国家公园内全职工作 你甚至都不能去那里居住 包括买房和租房 对了 国家公园内还没有地权 地都是国家的 你的产权是leasehold 是租赁 而你的租约也是不能够自动续约的 而且获得这个租约是非常的难的 更夸张的是 国家公园法规定了国家公园内 不允许发生任何的这种改变 不允许新社区的开发 不允许新建度假屋 不允许开发新的高尔夫球场 基本上就是说 现在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不允许做新的土地开发 你去看半夫的老照片 你就会发现 二年前和现在几乎没有区别 现阶段半夫国家公园内的Airbnb 都是现有的酒店 或者历史原因遗留的极少数 可以做Airbnb的房子 大概就是人家祖上积德 辛亥革命的时候 就已经居住在这里的那些人的后代 那这就导致这个半夫每年的 这个游客量增加 但是半夫内又不可能有新增的床位 供不应求 那这时候大多数的游客和酒店 就只能被疏导到距离半夫最近的一个小镇 Chamor 那刚才提到了国家公园的限制 和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 就导致Chamor的房价 从历史上就长期的居高不下 一直属于卖方市场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Chamor的这种Zoning Law 对于Airbnb这种短租 有着严格的限制 简单的讲 能够做Airbnb的区域呢 被限制在很小的一个范围内 那这些区域呢 都被叫做Tourist Zone 而且即使在这些区域内 由于各种酒店房的历史合同等复杂的原因 也不是所有的房子 都是能够被用来做Airbnb短租的 你想要找到 并能够买到合适的房子 需要你和你的Realtor 掌握非常丰富的技术细节 那所有的这些就导致了 BENF国家公园附近的酒店 和Airbnb短租呢 长期的供不应求 价格居高不下 进入门槛高 说了这么多 我想表达的是 房地产市场 每个地方都存在本地的特点 在投资前 你需要对自己的市场 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很多东西 可能和你一开始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那为了做这个调查呢 我查阅了大量的 法律条款 网络文章 市政网站 历史新闻和案例 才终于搞明白这个市场 并且惊奇的发现 那些能够做Airbnb的房型的价格 反而不贵 在2017年的时候呢 一个可以做Airbnb的房子 如果你能够发现并买到的话 价格在20到30万左右 净利润在4到6万加比之间 回报率cap rate 可以达到至少15% 甚至20%以上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回报率这么高 为什么房子价格就没有迅速的涨上去呢 一个客观的原因是 在2017年的时候呢 这个地区做Airbnb的人是相对较少的 而且这种房源非常少出现 知道人也很少 基本都限制在本地的少数的投资者当中 那外地投资客完全没有概念 所以就没有发生所谓的哄抢的情况 更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购买这种在Canmore能够做Airbnb的房子 无法获得常规的贷款 在之前的节目中 有很多网友都问我 为啥不贷款去买这个房子 还是那句话 各地的市场不同 最糟糕的投资决定 就是在你没有调查的情况下 去假设一些条件而做出判断 在房地产市场当中 去获取借贷的手段非常多 但是就单纯的 大家使用的最多的住房贷款来说 这个房子不适用 那这里我简单的说一下 为了让大家容易理解 我会忽略很多技术细节 首先它不是居民住宅 它属于娱乐房产 商业地产的一类 所以去申请住宅贷款 银行是不受理的 你需要走商业贷款 但是出租的商业贷款 需要提供年租约合同 来证明收入和现金流 但是Airbnb是短租啊 短租的收入 不被我们这里的银行认定是 Rental Income 加拿大的银行是十分保守的 这就导致这个房子收益率很好 但是你却获得不了贷款 我去的每家银行 听说我要贷款 都是十分的高兴的接待我 然后当我提到是 在Camor的房子用来做Airbnb 就直接告诉我 Not gonna happen 不可能发生 不要去浪费时间了 银行贷款这条路走不通 那资金的获取 或者参与方式 就只能通过别的方法 你比如说用自己的房子做抵押 去获取这个Line of Credit 去和合伙人投资 去租赁现有的房源 甚至是通过什么Holesale来参与 甚至是借钱等等 当然我这个国家和市场的情况 可能和你的完全不一样 但是这些经历 能够给任何房地产投资信任的启发是 你要不断的调查 熟悉自己的市场 要有原创性调查 而不是道听途说 要不断学习 很多观众呢 对我这个房子的投资很感兴趣 第一反应就是去找我要我的 realtor的联系方式 那我想说的是 对自己的投资 你需要比任何人都清楚 甚至要比你的realtor都更加清楚 房地产的投资更像是一门生意 你相当于是一个项目的主管 你的realtor lawyer account banker 都是你的团队成员 你需要主动的去解释他们 他们也当然非常的重要 他们都有自己的专业方面的特长 你也必须要从他那里获得建议 但是这个投资的发起人是你自己 起到主导作用的是你自己 不是其他人 你需要去把信息综合 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别人无法替代 那如果你自己没有能力去做调查和判断的话 你大概率可能会成为别人的韭菜 那房地产投资呢 是可以系统性的来学的 它不神秘也不难 这一点十分十分的重要 在做好调查和判断之后呢 你需要最终把你的投资的标的精确到 简单的几个问题 那这样呢 你就可以去做准备 伺机而动 那截止到这里呢 我已经非常的清楚的了解了当地市场 验证了自己的判断 知道了投资的标的 那我现在就面临两个具体的问题 一 等待合适的房子的出现 二 解决资金的问题 解决房源的问题 我第一时间让我的realtor帮我设置自动房源提醒 那只要有房子出来 我都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而钱的问题呢 我首先咨询了银行 我能够拿到的line of credit的额度 以及我自己的收入和负债水平要控制在什么程度 那同时呢 节省开支 增加储蓄和股票投资 为将来做好铺垫 那这里我想强调的是 我在频道里老强调说 我们应该减少消费 增加储蓄 增加收入来源 那很多人都懂这个道理 但是往往坚持不下去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 比如如果你的目标是买第二套房做出租屋 你知道自己需要达到多少存款收入和负债水平 才能获得目标的贷款额度 那么开源节流就会变得相对容易执行 具体的投资目标和策略非常的重要 在我确定了投资策略之后 不久在2017年的冬天 有一个两居室的房子出现了 它满足我所有的要求 而且价格非常的低 17万加币左右 那同样的房子在四年后的今天 价格已经涨到了40万 那当时17万的价格依然是有溢价空间的 并且我当时的积蓄和其他途径的资金 差不多能够满足 然后我就立即去联系我的realtor去调查 最后发现它是一个法院拍卖房 然而不幸的是 我发现的还是有些晚 没能够买到这个房子 后来市场陆陆续续的出现了很好的房子 但是价格都超出了我当时的资金的允许范围 后来我的资金就已经大部分投资到了股票当中 已经不具备购买的可能了 但是这个投资就像种子一样扎根在我的心里 那我给我自己制定的目标就是 在今后的三到五年要通过增加收入和积蓄 以及增加借贷额度去实现这个投资 同时我做了一些股票的投资 我的计划是 如果我的股票未来的盈利能够帮我实现这个投资 我就会去卖掉一部分股票去执行这个投资 那我要我的realtor呢 帮我继续保留那个自动的房源的alert 只要有房源出现 我都会得到通知 即使我没有资金 我也要随时的去做这个判断 因为谁也不知道机会什么时候会到来 同时我把我自己家的房子的一个房间出租了几个月 先体验了一把做房东的心态 积累了一些经验 然后我后面的旅行 第一选择都是Airbnb 而不是酒店 每到一个Airbnb呢 我都会跟这个房东聊一聊他的生意 获取一些经验和数字 同时也在不断的阅读Airbnb运营的书籍 甚至去研究Airbnb公司的股票和运营 那实际的行动呢 无论多小 每多做一步 都会让我们离目标更进一步 那这里我希望传达给想要开始房地产 或者说Airbnb短租投资的朋友们的是 要具有长期的计划 永远至少计划五年内的投资 即使条件不成熟 你需要去积累知识 创造条件 而不是彻底的放弃 你要时刻的准备好 否则机会来了 你就看不到 抓不住 你会犹豫 会怀疑 那资金呢也就来不及调动 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调查 到年底的尝试之后的两年 我的机会终于来了 我在股票市场的投资和自己的积蓄呢 已经满足了我的资金的目标 并且由于这个疫情 目标房产的价格也有所下降 最终我卖掉一部分股票呢 去买入了我现在的这个Airbnb投资房 那购买完房子之后呢 我就按照之前的准备进行装修 购买这个装备 做这个税务上的安排 申请执照 办理税号 确定上线的时机 一切有条不紊 因为这个准备工作 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做完了 那现在已经上线一个多月了 我之前的视频中有详细的分享 具体的财务上的数字 欢迎大家去观看 那我的Airbnb短租的这个投资路程呢 现在是刚刚开始 而疫情对短租的生意的影响依然存在 收纸是往年正常情况下的60%左右 而且市场和客户群里也在发生着变化 我也需要做不断的变化来迎接挑战 就在做这个视频的期间 我的Airbnb的客人 把我的房子搞得一团糟 把这个被子用运斗烧出了一个洞出来 而且还试图隐藏 卫生状况就更难以让人理解了 而我作为一个新人 需要积极的调整自己的心态 妥善的去客观处理问题 那学习沟通的技巧和优化流程 来化解危机造成的影响 Airbnb是一个依赖评分的系统 刚上线的房源 尤其是要做到尽善尽美 如履薄冰 和客人的沟通是一门艺术 我的视频刚开始提到的Louis 也从之前的两个房源 扩展到了六个房源 外加两个旅游项目 但是由于疫情呢 古巴没有游客进入 他不得不暂停运营 没有了收入 我相信疫情会教会我们很多道理 做任何投资都会有风险 有些风险是预想不到的 我们需要合理布局自己的投资 才能最大程度的抵御风险 比如严格控制自己买入的成本 保证安全边际 不跟风买高价 分散投资 拥有不同性质的投资品 不要过度的负债 保证收入 要有资金储备等等 其实房地产投资和股票投资有很多本质是相通的 更重要的是永远你要看得远一些早点计划 我未来五年的房地产投资计划已经在规划当中了 我会重复这个视频中提到的步骤 收集新的想法 调查学习再调查 折服准备 创造条件 等待机会的到来 那如果你想和我在投资的道路上一起成长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也会持续的分享Airbnb的运营 以及房地产投资的知识 好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